自2017年落地澳门的张连伟碑国际青少年高尔夫球澳门公开赛 迎来了新的赛事 11月29日 2018张连伟碑国际青少年高尔夫球澳门公开赛 在澳门凯撒高尔夫球场圆满落幕 并举行颁奖礼 大家都知道澳门公开赛是职业的 现在张连伟碑是业维的 所以有普及的性质 加上一个正式的国际比赛 因为张连伟碑是加入了世界业维 高尔夫组织有世界积分的 所以这首歌会打得好多 他会知道自己的世界排名在哪里 还有推动发展澳门的青少年高尔夫的运动为主目的 在为期三天的三轮比赛中 来自各地的近60位青少年选手参赛 并取得优异的成绩 今年是我第三年打波 我这年来我都参加了很多不同的比赛 这个是我第一次代表澳门参加张连伟碑 以后很幸运地拿到第二名 一岁到达可以认真地打波 我打了三年都进步很多 高尔夫作为优雅与时尚坚决的运动 近年来也受到越来越多青少年的喜爱 通过高尔夫能够引导 更多的小朋友 接触这个运动 因为高尔夫是非常非常好的运动 觉得高尔夫是挑战自我 有很多高尔夫的稽责 一个弱速 当然了 高尔夫那四个字 其实就是融合到所有 经过18年的发展 张连伟碑已经成为中国规格最高 最具知名度的 国际青少年高尔夫球赛事 对中国及世界青少年高尔夫球运动的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